不明人士通过了电邮 向国内多所国际学校发送了恐吓电邮 声称校园内放置了炸弹 全国副总警长拿多斯里亚 约翰证实 包括了吉隆坡 雪兰娥 槟城 柔佛等州署 一共有19所国际学校都接到了炸弹恐吓的电邮 警方和拆弹专家到各所涉及校园搜索排查 但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 初步怀疑这桩恶作剧已经在亚买加发生过 全国多所国际学校传出炸弹惊魂 各州警方今早接报后兵分多路 调派拆弹小组合专家到各个校园展开地毯式搜索 但查无所获 初步相信是恶作剧电邮 尽管执法当局很快就鉴定校园安全没有威胁 但校方还是让学校师生提早放学以策安全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拉扎鲁丁表示 警方已经全力击查这起炸弹惊魂 调查重点将会放在我国发生的事 是否与亚买加之前的恶性事件有关联 警方指出19所校园在今早10点左右接到了一模一样的电邮 用马来文简短写着校园内放置了炸药 当局相信发现人是用翻译软件将文字翻译成马来文 初步调查显示 刚过去的12号 也就是上个星期天 中美洲国家亚买加70多家机构和集所学府 不约而同收到了同一封英文电邮 内容与我国国际学校收到的如出一辙 调查后发现 刻画者是一名社会失忆人 他用电脑科技专业报复社会并巧妙地隐藏身份 电邮发现人用德文署名翻译过来就是麻烦制造者 全国共有19所学校报案接到了威胁邮件 单单在雪州就有7宗投报 再来是吉隆坡接报5宗 柔佛有3所学校遭殃 槟城有2所 霹雳和森美兰各有1所 19所学校 清以色都是国际学校 警队一个保证 警方将学生和教师的安全放在首位 当局正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 巴默其外地 finde迟 口碱 Zach